也差不多 不过只是差别就是插入函数 我们一样是三米辅 那三米辅里面的话 变成说你的 range 一定是一样这个范围 那开头的话一定是什么呢 所以这边的话有苗栗跟宜兰 那变成你可能要做两次 因为 星号这样子 ok 因为不知道几个字 那其实 criteria 里面只能放一个 所以有同学可能想说 那是不是可以放第二个 不行 因为这个地方它有限制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帮我把这个员工人数加起来 然后按个确定 再来的话 可能就只能用另外的方法 跟刚刚那个第一次第二次差不多 你这边可以把它改成 苗栗把它改成宜兰 也就是再把那个宜兰的这个人 人员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跟这个相加 最后42个应该没错啦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要VBA吧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这边把它再复制一个VBA 那我们如果说不要用什么呢 刚刚的这个SAMIF 而是用开发领域里面的VBA 其实你想说 当然第一个啦 你那个记得这个应该是在这边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特别说不是说看到白色地方就可以写成 你要放对地方 那其实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因为这个程式 跟我们要的好像有点接近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拿这个来改 比如说名称叫这个 这个名称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累加 来帮我累加的话 名称叫这个 SAM苗栗 SAM苗栗和宜兰的总人数 那这里的话 当然第一个范围 它是到第十列 第二列到第十列 接下来的话 这边的话一样是第 那个 这边一样嘛 但是它不是产线 而是开头是苗栗 所以特别说 第一个 它这边是苗栗 然后呢 把什么 把B栏的加起来 所以这边改成B就可以了 然后丢到D 2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执行的话 它应该会把苗栗的先加 可是问题来了 还有宜兰怎么办? 当然你不需要再跑一个回圈嘛 特别说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 请你在这个逻辑 义服的逻辑里面 如果你要下第二个逻辑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或 偶尔 偶尔什么呢? 把这一串 复制到这里 空一格 记得把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宜兰 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前面的两个字是苗栗 或者是它前面的两个字是宜兰的话 那我就累加 或特别说这个是或 你不能是end 因为end不可能有end 因为两个不可能同时出现嘛 苗栗 而且还是宜兰不可能 所以或 意思说如果开头是苗栗或宜兰 只要其中一个出现 那就帮我累加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吧 OK 那我们把它试一下 基本上执行一下 四十二一模一样 OK 所以大概 主要可能同学会比较有问题的应该是这个后面的逻辑 以后如果你逻辑部分的话 就把它串到后面 当然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这个感觉有些地方重复啊 那为什么不能写成这样子 好像之前有同学想说 老师那个这样子或那样子嘛 这样写不是更精简吗 可是问题来了 他看不懂 OK 也就是说呢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想程式应该怎么写 而是应该是你要用他看得懂方法去写程式哦 OK 特别注意哦 所以这里不能省略啦 OK 好像还没有更简单 因为如果更简单方法应该会写 但没有 目前想不到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苗栗的部分 这个宜兰跟苗栗的人数把它加融强 因为今天后面其实还有几题 009 回去的话 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试试看 把这几题先试试看看 后面可能会用到像康乙符 像黑名单筛选 里面就是说有个同学每天都要找一堆黑名单 就是他一堆email去另外一个黑名单里面两边比对 结果他每天都花非常多时间 但后来我跟他讲你用康乙符两下就做完了 真的不到三分钟搞定 回去的话可以试试看 其实很多东西如果会用方法的话 真的做事情的效率 几乎就是大概以那个千倍万倍去计算 会马上就做完 不会的话真的就慢慢花时间而已 所以今天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那个011 那009算会复杂一点点 所以回去的话 因为下一次上课 下一次就是会顺延一周 所以记得回去的话 请各位就把今天 假设今天的部分 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回去记得 就是再把影片部分再反复再看一下 尤其是你比较不熟的地方 VBA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会再来讲有关那个康乙符 OK今天是三米符 下一次是康乙符 那三米符跟康乙符 其实是枢纽分析表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重点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延伸再去了解 枢纽分析表的话 那我在云端上有补充一些资料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玩玩看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现在慢慢 老板喜欢看就视觉化 图形化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快速做出来的话 真的要把那个东西先了解 然后再如果跟VBA结合的话 真的是如虎天意 按下去自动全部都 把你要的图跟表全部都做好 而且摆在你应该摆的位置上面 感觉其实应该是还蛮有成就感的 以后做报表原来是这么快速 这样的话你可以大大节省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 再把那个我刚刚提到的部分 多再花点时间练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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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